您好,今天是2020年9月10日,欢迎收看亚洲新闻,我是主播王荣生,马上带您来关注今天的亚洲新闻 美国制裁中国香港多家公司违反伊朗禁令 根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四在推文中警告称,伊朗必须停止使用自然资源为整个地区的恐怖主义和破坏活动提供资金 消息称,此次收到美国制裁的公司除了总部位于伊朗的阿巴丹炼油公司外 三家中国公司包括上海自航船国管理有限公司,香港新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和中能航运香港有限公司 以及另外一家位于阿联酋的Cam Trance石化贸易有限公司 总部位于香港的经济公司Trillions在一月份因被指控向伊朗国营石油转账付款约数百万美元的伊朗石油及石化产品而遭受制裁 另外,阿巴丹公司及新远和信和能源的三名高管也列为制裁对象 据称,遭到制裁的两名中国人分别是零坐友和石敏 而美国财政部已经将这三个国家的六个实体也加入了黑名单 包括伊朗Jet Ross石化公司,位于阿联酋的两家石油能源公司Protect FZE和Trill Energy DMCC 以及位于香港的中国经浩科技有限公司Ginho Technology 美国总统特朗普2018年宣布退出与伊朗签署的三项国际协议 之后,美国加强对伊朗的全面制裁,以防止其获得核武器 美国并对任何不遵守其制裁措施的国家或外国公司进行制裁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就表示,伊朗政权利用石化产品销售收入继续为恐怖主义提供资助 姆努钦说,那些在世界范围内非法销售伊朗石油产品 企图逃避美国制裁的人,仍是特朗普政府针对的目标 而美国国务院新闻稿称,伊朗的石油工业是伊朗政权主要收入来源 并为整个中东二性活动提供资金 执意制裁行动兑现了美国阻断伊朗政权所需财政资源 避免助长恐怖主义和其他破坏稳定活动的承诺 换个焦点 习近平国师郑永年性骚扰遭指控,新加坡研究所被指包庇 根据新加坡媒体报道,一名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女职员 上个月曾在推特发帖 指自己在2018年的5月被时任所长郑永年性骚扰 她去年5月报警,警方在今年5月完成调查并对郑永年发出警告 新加坡警方向当地传媒承认 去年5月收到报案,指控一名57岁男子在前年5月性骚扰 警方表示经调查后,已在今年的4月23日对该名男子发出严厉警告 该名女职员还表示,事后新加坡国立大学和东亚研究所管理层 向她发出了轻柔的警告后,她遭受了欺凌和报复 那又指东亚研究所一直对郑永年的相关行为充耳不闻 甚至包庇郑永年 这名女职员指控东亚研究所包庇郑永年自己反遭欺负 她称,她向东南亚研究所管理层进行举报的受害者似乎都会被霸凌 然后被开除 新加坡国立大学回复当地传媒时表示 留意到相关社交媒体的内容 那涉及对东亚研究所现任及前任职员的广泛指控 表示会对此进行内部调查 发言人也强调 东亚研究所和国大都非常认真看待职员行为不当的指控 那东亚研究所也会继续为受影响的职员提供资源和支持 现年58岁的郑永年是上个月曝光的习近平九名经济国师之一 那有份出席由习近平主持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 那郑永年与北京大学获得国际关心学士后 赴美取得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 他1997年从中国赴新加坡担任研究员 2008年担任东亚研究所所长 自去年才卸下所长职务 那他过去经常就香港议题发声 包括提出香港必须二次回归 那又在去年接受人民日报访问 谈及香港反送中示威时说 香港这些人成不了气候 他一个朋友是新加坡的前高官 他就说你只需要威胁断水就好了 此番言论引来了极大的争议 那另一方面 中国越南尝试修复关系 为紧张局势降温 那早前越南与中国经历了几个月的海事争端 那沉船导弹实验等事件 促使两国紧张关系持续升温 那这一周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 与越南驻中国大使范兴梅在北京举行了会谈 那中国国防部网站贴文指出 魏凤和在会面时指出 那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希望与越南加强团结 密切合作 那妥处分歧 那根据美国之音引述亚洲政治专家的看法认为 两国都寻求为紧张局势降温 那防范两国近期的海上冲突升级 那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东南亚问题荣誉教授 赛也认为 那这是试图为紧张局势降温 不是停止紧张局势 而是降温 那尽管这两个共产党管理的国家之间的关系 从来都存在剧烈的起伏 但2020年前八个月 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发生的一系列事故 还是让两国关系几乎沉到谷底 那华盛顿智库史丁森中兴东亚计划资深研究员孙韵说 中国撞击了越南渔船 那把海洋地址8号测量船派到了越南专属经济区 他认为这把越南民众逼到了绝境 越南和中国都对南中国海提出主权声索 问来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台湾 也对中国的海洋声索提出异议 那中国过去十年来通过为军事用途的填海造岛 加强了对当地的控制 那夏威夷的丹尼尔锦上亚太安全研究中心教授五文就说 中国官员希望国防部长与越南驻华大使的会谈 能把中国打造成亚洲政府之间的合作者 那缺乏合作的愿望将增加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 那中国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 也是越南所有重要制造业关键的原料来源 那吴文就说 对越南来说计划是与中国维持某种友好关系 那他说中国长远来说 希望可以说服越南参加一带一路倡议计划 再来我们一起把焦点转上德国 德国说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成为大国角力的牺牲品 那德国联邦政府周三通过了一份名为 外交领域的亚洲政策指导方针文件 那德国外长马斯表示 文件规定将加强对中国、印度、日本等地区关系 德国也将与该地区在安全政策方面展开合作 并推动气候政策、人权、自由贸易 以及数字化领域的进一步合作 那鉴于印太地区在地缘政治以及经济领域 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马斯就强调 丁管喜马拉雅山和马六甲海峡远隔千三万水 但未来几十年里 德国的富裕和地缘影响力能否延续 取决于德国怎样与相关地区合作 那里将是构建未来国际次序最重要的地方 德国联邦政府希望参与构建国际新次序 那把它建立在规则和国际合作 而不是弱肉强食的基础上 正因如此 德国正在和与德国共享民主 与自由原则的国家紧密合作 马斯就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德国将加强多极世界的理念 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成为大国角力的牺牲品 过去数年里 印度太平洋地区曾发生多次的地缘政治冲突 那中国和美国之间敌对 以及中国在南海的主权要求 均是危机爆发的渊源 那马斯补充说 德国忧虑地看到该地区不断增长的军备竞赛 一旦那里爆发冲突 那全球难免不被卷入 马斯最后也强调 该地区的稳定对于德国的经济而言 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那作为贸易大国 德国的富裕和贸易自由 以及自由航行直接挂钩 那德国很大一部分贸易货物量 经过印太地区 德国将继续推行 与当地国家签署自贸协定 以及加强在新型科技领域的交流 那朝鲜筹备10月大阅兵将展示新武器 从8月31日的卫星图像显示 有成千上万的部队和数百辆军车 停在朝鲜首都平壤东部的 美陵巡游训练场附近 那朝鲜以往都在这个地方 进行阅兵排练 区域国防分析专家表示 朝鲜显然已经开始在为下个月的 大型军事阅兵做准备 专家们就认为 届时朝鲜可能会公布 一项重大的新武器系统 那军事阅兵这个年度庆祝活动 也是朝鲜展示新武器的机会 专家们认为 新型武器可能会是新型的洲际飞弹 而阅兵仪式恰巧是在11月3日 美国举行总统大选的几个星期之前 那首尔沁南大学教授 朝鲜军事专家金东华表示 那阅兵时可能会展示新的 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 那一些人则说 朝鲜可能会展示一种新型的 潜射弹道导弹SLBM 那这两种技术都将为朝鲜的军武战力 增加不可预测的新组成部分 那固体燃料导弹更容易运输 准备发射所需的时间更少 那而SLBM不但同样易于移动 并且更容易隐藏 今年年初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示 他很快就会展示一套新的战略武器 而分析人士就认为 与其朝鲜进行大规模的挑衅 如发射导弹或进行核试验 那不如在阅兵时展示一些新武器 那这样表面上看来较为不挑衅 那究竟这次的阅兵是否真的会展示新武器 又是不是在挑衅美国 看来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 新闻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心 新冠病毒国际调查正式启动 选委会名单出炉 那去年的12月 中国承认发现新冠病毒后 全球范围目前已经有超过 86万3千人死于新冠病毒 那新冠危机爆发一开始 世界卫生组织因为未能及时提出措施 以及在是否戴口罩问题上 抱有矛盾态度 对新冠病毒的传播方式的矛盾解释等 受到非常尖锐的批评 那美国当时指控世卫组织为讨好中国 而拖延自1月30日才宣布新冠疫情 已构成全球卫生紧急状态 法国专家4月份也曾对法新社表示 不能否认世卫组织曾迁就中国 那世卫组织当时对中国管理新冠疫情的方式 易于高度赞赏就是一个例子 那今年5月 世卫组织成员国原则同意对新冠危机 进行独立调查和评估 7月初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塞 宣布由新西兰前总理海伦克拉克 以及利比利亚前总统埃伦约翰逊 瑟里夫担任共同主席 那主持一个国际新冠危机独立调查委员会 那随后全球120位卫生专家 提交了加入该委员会的申请 那经过严格的挑选 周四独立调查委员会公布了 入选委员会的11名国际人士名单 那其中包括了法国爱之病专家 Michelle Kedekkei 美国前外交大臣米利班德 以及墨西哥前总统艾内斯托 赛德略 那医生吴江介组织前主席 曾对世卫组织应对非洲爱博拉疫情 提出尖锐批评的廖满藏 哥伦比亚前经济部长 毛里西欧卡德纳斯 曾担任全球抗击艾滋病结合 和涅疾基基金执行主任的 美国人马克迪布尔 还有中国卫生专家钟南山等等 那独立调查委员会 共同主席之一 克拉克周四在记者会上说 世卫组织明确表示 将向调查人员开放 其拥有的全部相关资料 凡调查人员所要的文件 资料及相关报告 世卫组织都将保证提供 那按照计划 专家委员会应于10月份 提交第一份的阶段性调查报告 并将于明年5月份 提交最终报告 那调查委员会的使命 旨在对成员国以及世卫组织 采取的应对新冠病毒的措施 进行评估 那希望由此吸取教训 为应对下一次的全球疫情 做好充分准备 好的那以上就是2020年9月4日 亚洲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是王荣生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一再会 明镜集团全球招聘 编辑编导 主播 节目主持人 工作条件要求 一 撰写新闻稿 掌握及时新闻资讯和重点 二 口条家 据过音剪辑能力 三 台风稳健 能出镜播报更好 四 说案政经科技 或文娱新闻 据新闻政治学 经济学 科技等专业背景 更受欢迎 五 有网络媒体操作 与经营经验优加 六 掌握视频制作软件 及图片处理 七 策划制作新型视频节目 八 据工作热诚 愿意接受新任务 应聘者具有一项或多项彩蛋 主要播放平台 为YouTube上的明镜火拍 明镜新闻台 明镜电视 明镜历史台 华尔街电视等 若有相关工作经验 请附上成果链接 共参考 职务类别 记者 彩编 文编 教类 文字工作者 其他传媒相关工作 工作性质 兼职或全职 上班地点 可在家工作 上班时段 百班及万班 休假制度 依公司规定 需求人数10到15人 联络人资讯 吴小姐 vinnie at hovallive.com